什麼叫改變 我們小學有讀國語 國語是對語言的認識跟學習 這有需要 但是隨時不應該到國中高中 又讀國文你知道嗎 我的了解是美國不是這樣教 美國是教文學課 文學 什麼文學 中國文學 台灣文學 世界文學都要學 事實上全世界最好的文章 恐怕在世界文學 為什麼 從古到今的全世界的文人 文章寫得好的太多了 我們不是說今天中國文學不好 而是中國文學也有好的文學 台灣文學也有好的文學 多少人看過中禮和的文章 我們說實在的 對不對 禮和之後多少人看過他的文章 這個莎士比亞 我們的孩子有讀過嗎 高中生有讀過嗎 難道不應該讀嗎 全世界都在讀過 怎麼讀過 台灣又要教什麼 水浮傳 三國元議 紅蘿夢 就是這裡 這根本都是教育才是鎖國 他鎖在中國 對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說去中國 而是中國也有好文章 台灣有好文章 世界有好文章 把它改成文學課 不能再叫國文 國文是什麼 國家文學 可是國家文學有那麼多好文章嗎 應該是該做文學課比較好 你知道嗎 我覺得比較中性 但是這個徐老師要補充 其實剛才鴻穎講得很好 就是說我們歷史的改革 其實就把它變成世界史 中國史 台灣史 所以這個就三分天下 等分 我覺得像你講這個很好 國文就變成世界文學 中國文學 台灣文學 我覺得如果這樣來講的話 就可以避免什麼文煙文 白話文的爭議 其實我們前面講的是 從藍綠或本土 非本土立場來講 其實簡單一點講 你叫學生讀這麼三十幾本 這個文言文 他出社會有用嗎 他上網的時候是寫這些事嗎 他寫火新聞或寫這些 這些東西跟他沒有關係 他去看這些 譬如說為什麼美國或英國 還在教莎士比亞 原因是他們看的電影 他們去看的戲劇 都還是莎士比亞 我們讀這些文言文 其實跟我們社會 跟我們生活已經脫節很多了 我是覺得從實用角度 這個一定要改 第二個部分 其實立鴻講得對 其實簡單一點講就是 民進黨的死官是什麼 民進黨的死官應該是從228 從台灣過去歷史發展 被殖民歷史出發 國民黨的死官很清楚 就是所謂上海 所謂南京大屠殺 為什麼從這裡出發 從這裡出發你就知道 你台灣的角色 就是扮演看戰的一小部分 可是你從台灣歷史出發 你就會發現說 你要當家作主 你過去是被殖民的 是 總署長 你有看到嗎 說南京大屠殺不見了 都說什麼 那是去中國化 你們加進台灣的文學 其實叫做台獨 台獨中國是要打的 沒有 現在是這樣 他們中國人一般來說 他們從來不敢說 你們不能投台灣署 他們不敢說這種話 你說說現在 現在土部長起來之後 它有重大改變 我們現在國中已經是國中 上學級 國一的上學級 投一本台灣署 現在已經變了 高一 高二 高三的是舊的 現在高一 高二 高三 因為你要用課程標準 現在國一是上學級 投一本台灣署 下學級投一本中國署 國二比較投世界署 現在已經土部長成這樣 成這樣 高雄有一間明星高中 我不要說台瓶學校 你能說出來 高雄明星高中 一間明星高中 明星高中 明星高中 進入台灣署 一定 結果我們南蛇一個高雄明星 他看到之後 他說做夢就想不到 外到五十幾歲 可以看到我們的小孩 這台瓶學校 做夢都想不到 土部長這時候 在國中的部分 土部長 土進行部長 已經 國中一年有兩本台灣署 二年兩本土國署 三年兩本世界署 歷史的部分已經這樣 現在問題是出在這個文學的部分 現在國文的部分 我們這段有重大的困難 就是現在國文希望說改過來 我們希望有幾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剛才永明老師所說的 就是中國文學三文字 世界文學三文字 由南文學生 世界文学三文字 明明文學三文字 也是可以 Clair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